众所周知,王宝强和马荣是娱乐圈里最有名的一对离婚夫妇,两个人的离婚案长达两年之久。 在这两年里,两人的离婚案一直受外界所关注,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媒体报道,在这两年的时间里,不论是宝强还是马荣都经历的坎坷的人生,对于王宝强来说,离婚案其实是对他人生的宣判,因为这场离婚案,他输掉了自己的妻子,输掉了自己的女儿,也输掉了整个家庭。 马荣在一审二审中都被认定为婚内出轨,这对于马荣后续的夫妻,财产分割,会有很大的不利。 马荣将女儿的抚养权归马荣,儿子交给王宝强抚养。 对于马荣的判决,马荣肯定是不服的,他认为两个孩子抚养权都应该归自己,为什么这么说呢? 马荣表示在过去八年时间里,无论是孩子生日还是生病,都是由自己陪伴在孩子身边。 王宝强没日没夜都在外面,就连女儿生病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,所以王宝强对两个孩子成长并没有太大作用。 反而是自己这么多年的陪伴,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,可能是为了孩子考虑,马荣拒不交出儿子的抚养权,以至于后面王宝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判决。 这样一来马荣就被法院直接烂入了事件执行人员名单。 大家都知道,事件执行人员名单,其实就是社会上的老了,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约束。 同时,马荣辞举已经触犯了法律法规,如果继续执迷不悟,马荣很有可能会被法院刑拒,破云压力马荣最终妥协了。 在7月25号的时候,有马荣的闺蜜爆料,王宝强已经向法院撤回申请,马荣的闺蜜揣测,可能是马荣已经将儿子的抚养权正式交给了王宝强,或者是说马荣和王宝强在私下调解。 总之,儿子的抚养权已经到手了,王宝强终于抱下了一颗心。 在7月26号的时候,王宝强现身成都,全程洗眉笑颜,面带微笑心情大好。 当时王宝强现身成都和黄博一起宣传,黄博的厨女做一出好戏,虽然王宝强经历了妻子出轨财产,被转移等一系列令人心碎的事情。 但是在事业上,王宝强却越发展越好,前段时间的唐人接派爱了取得了不错的高票房,这次又出演了黄博的厨女做一出好戏。 看样子王宝强在情场失忆,事业上得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